不少有一刀冰冰的证据 证明早要接近近的东西 重点是身边都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大家都以为我暗想核弹 其实我核弹根本没案 我只是发这几个飞弹 大家就这个样子了 葛思琪只是发这几个飞弹 王小飞就从昔日的金城四少 被打成过街老鼠 你跟王小飞是交往多久 结婚吗 多久我没有算 但是 我只见过他四次面 我们就结婚了 是想要只有就是十个朋友吃个饭 也不要穿礼服 也不用化妆 也不用穿高跟鞋 这样就可以结婚 所以呢 就只好折衷到 不是北京也不是台湾的地方 就去了另外一个台湾的亲友 北京的亲友都可以去的 三亚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育夫之术 没办法 因为我就想说我爱他 就是爱他原来的样子 如果我再管他那... 把他管到你要的样子 那就不是他了 就不是他了 因为我婚后 其实我就决定不再拍戏了 我觉得跟老公分隔两地很痛苦 把时间拉回2010年 但是当年与王小飞闪婚后 大家最大的疑问是 你是哪个新仇来的 小飞出生在哪里 北京啊 然后... 到几岁时候去求学 我在北京生活在16岁 不到16岁的时候去 法国人有加拿大 法国跟加拿大 王小飞能到国外留学 全是因为她有个女强人妈妈张兰 张兰1989年与前夫离婚后 就带着小小飞到加拿大讨生活 两年后回到北京开了个阿兰餐馆 2000年成功升级为 翘江南餐饮公司 而王小飞学成归国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翘江南的执行动事 同时她还负责管理张兰投资的兰会所 供不少明星在里头聚会 大S跟你是在兰会所认识的吗 对啊 在兰会所认识的 对 你看看 可是... 我们那一次被找去一起跟小飞吃饭 大S也在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才认识... 才认识一个礼拜 对 一个礼拜 我也记得是一个礼拜 我也记得一个礼拜 虽然才认识一个礼拜 可是他... 妳再废话我就把你... 我已经尽量再压了啦 不要这样啦好不好 很早很早就开始... 就是对我来讲 反而蜜月对我来讲还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很早就在准备去 布丹这件事情 是 然后在当地找了很好很好的导游 布丹作为蜜月 会不会太清心寡语 其实我老公这个人呢 因为他还不了解我不爱过生日 他有一个欲据还迎的人 欲据还迎 他就帮我准备了一个 神秘的生日派对 好可怕喔你 因为我真的消不了啊 你看我跟你表哥表姐多好 对 你任何的表哥表姐 堂哥堂姐 就是我有很多亲戚 所以就是我们是后来才发现 他们竟然会一起去骑车 或是一起去做一些休闲活动 还工作一些 后来才被我们发现的 就是他有暗中跟我其他亲戚交往 你说王晓菲 对啊 他为什么要暗中跟你其他亲戚交往 就是说会跟我表哥啊 表哥啊什么那些混混熟 对 可是照理说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 我不觉得烦 我就特别温馨 这就为什么第一次我来台湾 很快就跟你结婚了 我觉得 这么大家人 因为婚前相识不深 尽管婚后边相处边磨合 走得依旧幸福 尤其在老婆的努力下 王晓菲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可是就偏偏她就是走得很辛苦 是 然后就试了很多方法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一路陪着她 然后看她吃那些苦啊什么的 她常常会在半夜跟我哭诉 说什么 我觉得我此生就是没办法怀孕了 是 然后我就一直鼓励她 然后她也常常未见是落泪或什么的 然后加上有时候发胖 记者就说一定是怀孕了 就是又要嫌她胖 然后又要一直逼她怀孕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 就是介绍什么中医啊 然后食补啊 各式各样的医生给我 然后我就开始吃中药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中药 他就是会补腰间这一块 对 妳有问医生为什么吗 我有问医生 医生就说就是要补你的子宫啊 所以妈妈这一圈要有肉啊 要有那个 这边要有油才可以保护婴儿 因为孩子需要一个坚固的家 她说我姐不可能会做的事情 是因为她已经失速吃了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 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 我妈就频频会挑战她 就说 寶贝 妳那么瘦 吃点肉 然后我妈就...她就会说 我就是已经要坚持吃素的人 妳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我的生活方法 就是很多人都想要突破她 那个吃素的墙啊 都坚持不吃 就最后她竟然被谁说服了去吃婚 妳知道吗 請你家至少加个小姐或女士好不好 章男女士 對 最后就真的喔 她太具说服力了 她就说 就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说 妳那么瘦 是生不出小孩来的 妳一定要吃肉 听妈的话 吃肉才能生小孩 而然在2021年11月 两人却对外宣布 结束十年的婚姻 并在不久后 就有大陆网友直指汪小飞 婚内出轨张盈盈 我跟儿子做人做事 不是那么龌龊 也不是那么缺德 没底线的人 所以呢 那些造谣诽谤的 拦截奉献凝聚 要遵纪手法 不要误导别人 汪小飞被大陆狗仔拍到后 没认 张蓝尽管跟张盈盈去爬山 也没替儿子认 连王思聪都曾发文批说 汪小飞居然死丫子嘴硬 做核酸时候 也是张盈盈 坐完在旁边的汪小飞 完事了两人大胆劳了几月 等走到汪小飞家 又是张盈盈先进去 拍到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家 啊 这不都是批图吗 这不是造谣吗 哪个记者 他报一下尊敬大名 我想问问男孩子 你老婆给你戴绿帽 你应该怎么办 蛤 只是蓝姐前一秒 要大家不要误导 后一秒就暗示 大S给儿子戴绿帽 而且还对狗仔呛吓 那就别怪狗仔 不客气咯 他先是丢出两张非影亲密合照 之后向中天娱乐加码爆料 汪小飞婚内出轨多位女性 整个话题爆出后 直接狂烧三千里 不仅烧出微博文娱榜前三名 也把汪小飞给烧出来 现彭文表示 照片里那是酒后失态 出轨多位女子则是子虚无有 并委托律师团队在台湾提起诉讼 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对 有图片有影响 有证据我们就是时候会曝光 格思琦看到汪小飞投文后 果然直接嗆瞎将曝光手中证据 一定给大家清楚的交代 希望到时曝光的对话消息 你不要想不开啊 但汪小飞接下来的举动 可说是自打脸了 他投文显示说明了 跟婚内出轨无关的离婚时间点 文莫竟然大爆料前妻大S 长期服用违禁药物 每个月还要我给药方支付100万台币 他几次精神出现状况 都是本人在旁抢救 这篇po文王小飞发了两次 妙删两次 但网友早已截图疯传 因为此一举动王小飞再度洗版 微博文娱榜 其中竟然有一条被嫌弃的王小飞医生啊 更有趣的是 他之后发文向大S道歉后 又出现了一条热搜 王小飞抱歉的医生 所以啊小飞 比其事后道歉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约束好自己呢 对 枪还是雷打 只是中了几颗子弹而已 这画面 我觉得真的是挺闲思的 真的是太闲思了 心情这个样子 拥抱成这个样子 手都整个 手都整个塞进去了 小飞 就是这几张图 够够清楚 明明明 这个算不算出鬼 这个到底算不算出鬼 第二张图 你们知道这帮子是哪里吗 就是他当时跟大S的新婚房 小飞 很常把女孩子带回家 都带大了 都带大S不带的新婚房 这张画面 我们很清楚看到 王小飞就直接把这个女孩子给肉抱住了 而且他就靠在沙发的边边坐着 那这个女孩子当时也比起来 这时候已经清到脸 再干净清水 我唯一筹切一件事情 我不能告诉大家 我说五个人的照片 王小飞告诉我说 能不能三人就好 好吧 好吧 反正我只是要证明说外面人 其他女孩子 三人OK 结果王小飞马上了 两人好吧 两人你再给我讨下还假 我跟你讲我电话直接夸掉了 我就跟他讲我直接直接夸掉了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今天能接你电话 你还要跟我讨下还假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也不做小人 王小飞 有特别跟我交代 你曝光 不要紧 但是 请你保护那些无辜的女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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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娘